fansupermark.com 環球股市上星期繼續下跌 MSCS世界指數2美元計算跌0.3% 表現做得比較好的市場 包括美國科技股和巴西股市 升超過1% 另一方面投資者仍然憂慮資金流出新興市場 拖累亞洲和新興市場大幅跑輸大市 分別跌3.3%和2.6% 印尼和泰國上個星期就大跌8.7%和7.4% 成為在我們研究的範圍當中表現最差的市場 印尼早前公布了一些令人失望的數據 第二季經常將赤字上升至歷史新高 佔GDP的比例由2.4%大幅上升至4.4% 同時外國直接投資者FDI的增長也放緩至0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加上7月份的通脹急升至8.6% 即是09年1月以來的最高水平 這三項數據都加劇印尼面對的資金流出和貨幣貶值的問題 拖累印尼盾對美元上個星期大幅貶值5.7% 至4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隨著資金流出的風險上升 政府上星期五宣布將會推出一個緊急的財政方案 希望促進外國投資減低入口和支持匯價 印度外資流出的問題亦都比較嚴重 為了支持當地的匯價 印度儲備銀行之前實施了一系列的緊縮貨幣政策 不過這些措施亦都導致流動性緊張 令10年國債息率在8月中的時候飆升至超過9% 即是0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直至上星期五 息率仍然維持在8.3%的較高水平 長期息率高期產生了一些投資和信貸增長放緩的憂慮 所以上個星期 當地的央行宣布將會購買總值800億盧比的長期國債 不過央行似乎未能夠平息投資者的疑慮 印度盧比上個星期繼續創歷史新低 盧比對美元上個星期貶值2.7% 年初至今累跌超過13% 另一方面 巴西亦是一個面對經常漲赤字和貨幣貶值壓力的國家 巴西雷亞爾對美元上個星期曾跌至5年來的最低水平 不過為了增加市場流動性和降低貨幣的波動性 央行上個星期宣布了一個總值600億美元的外匯市場干預措施 刺激雷亞爾上個星期回升1.9% 巴西股市亦顯著跑贏環球股市和新興市場 以當地貨幣計算上個星期升了1.3% 印尼、印度和巴西這三個國家仍然都面對一系列的負面因素 但由於印尼和印度的股值未算非常吸引 在這三個國家當中我們就會比較看好巴西股市 巴西雷亞爾 南京卿 巴西雷亞爾 巴西雷亞爾 巴西雷亞爾